管理型数据库 所以广泛应用在各个服务里面 数据库来使用 但是我们遇到某些 工作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种惯性 就是我们从 入行的时候我们用什么 就会一直用什么东西 然后 无非我遇到一个 我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才会去换一个 其他的一个技术站 一个新的价格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角度 是说如果我们在遇到 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再去换架构的时候呢 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 入债 或者说一个叫 补丁式的一个架构 导致你的这个服务 会变得越来越成就 比如说我们这个的 诚化问题 体会越来越多 之后去无法维护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 一个这个slogan 就是你的下一个 Mesicle 让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是不是需要在 这个服务架构的一个初期 就留有一定的这个冗余 亦有这个性能上面的可可担心 也有一个功能上面的冗余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就是我也写了 很久这个代码的了 然后玩了很久转了 所以这个在腾讯音乐 像金江酒店 这些公司都写过代码 然后现在在Pintep这边当这个 Toddb的生态 生态架构师 跟这个开发者的advocate 然后负责一些 比如说Toddb跟外部的ORM 像hypernate QORM这些的一些提成 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driver 像Masco Connect G 还有像这个科学化工具 比如说Dbware 还有像这个AWS GCP 这种云平台集成 最后就是一些开发者方面 这个文档的一些编写 那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部分呢 要分为一下这些调目吧 第一个就是我们从什么是 分布式数据户开始入手 然后narodon到Toddb 什么是Toddb 然后呢再到传统的这个 数据户架构是什么问题 因为Toddb是或者分布式数据 库是一个新的东西 而是用来解决某一些问题的 好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就会去讲一下 all-in-one的这个数据库 是怎么帮开发者去进行减负的 这些减负不仅仅是你 判发的时候的一些负担 包括一些你成本负担 然后我们再会对这个vector 做到Toddb里面 或者说Toddb外挂一个vector 这个base 这两个的优劣点进行一些讨论 最后我们去讲一下 这个Toddb的支持 然后最后一个ending 给大家一些 takeaways 好那我们就开始 这个什么是分布式数据库呢 我们先简单对它进行一些解释 然后我们从字面上来解释 就是分布式加数据库 这是我们社区里面一张图 非常好 我去训用了一下 那举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 就是完成一项 这个软件开发的一个工作 像公司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招一个前站工程师 然后所有的任务 他一个人全包 对吧 资本家了 然后这样的人 虽然各方面的懂一点 但是有可能他并没有非常精通的方向 很容易就达到一个能力 或者一个人力的上限 人力有势而穷嘛 那我们通常的办法是怎么样呢 就说大家各司其职 是吧 然后职责分离 比如说我们会招像UI 前端后端 然后UBA 运围等等等等 那这些人的话就构成了一个 我们说的分布式的系统 大家协调去完成一些共同任务 这中间的这个协调者呢 就是我们说的部门经理 或者你那个部主 leader 之类的 这个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让他职责分离 大家各司其职 然后平滑扩容 比如说我们缺UI了 我们就去招一些UI 对吧 每个环节缺人 我们就定点去补充 然后互相能力会变得更大 就应对更大的一些想法 当然我们说这个技术 它是没有淫淡的 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技术 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大家需要去进行一个推调 那有了优点就有缺点嘛 有缺点的话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会在分布数据库里面 会增加额外的这个网络通信 然后这个沟通的成本 反映在这个团队协作里面 就是沟通的成本增加了 你需要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工作模式 还有就是效度 你需要如何去高效率的 别调所有的人员 还是一致性 你这个需要在保证 上下游的这个人员的信息 是一致的对提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分布式 或者说分布式数据库 一个concept 那我们接下来narrow down到TITB上面 TITB是什么 首先它是一个分布式的数据库 一种分布式的数据库 它是一个兼容 MySQL接口 语法的这么一个部组 如果今天我这个presentation 大家只能记住一个点的话 我希望是这个点 你说如果MySQL是一个 这个左边这个chain 那TITB是什么 TITB就是这只Dodge 阿弥陀佛选择 其实我不想说什么架构 什么多云 什么拓展 至于开发者而言 你可以记住TITB就是一个大号的 强壮的MySQL 那我为什么说TITB像MySQL 而不是像比如说PostgreSQL 或者Oracle 是因为TITB兼容了MySQL的生态 兼容MySQL的语法之后 有了MySQL的生态 比如说有MySQL的Client MySQL的RM 还有Driver 像其他的一些三方库 都是能直接被TITB去使用的 所以它提供了非常丰富的 一些数据迁移工具 或者其他一些东西 就可以直接adapt到战略上 那我们就说了 这个分布式数据库 它是一个新出现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旧的这个数据架构 它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还需要用一个新的这个架构 我们回想一下 他自己在业务场景中遇到的这个问题 业务发展的初期 就会有一个业务领导过来 这个业务需要支持一下 我们下周就要你这个先上再说 好吧 然后这个业务领导遇到漏掉的水缸之后 他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跟上再说 一个补丁跟上去 那如果我们这个用户量再涨上来 这车发领导遇是怎么想的 用互量 数据量 导增 之后 我们再填一个补丁 叫分布分表 那这个分布分表 到这个时候 这个应用的架构就已经够复杂了 你就要去考虑分辨件 能不能join 然后全局能不能去唯一索引 有时候是没有唯一索引 然后就要考虑一门之类的问题 但是还没完 这只是一个数据量比之间的问题 那我们还有考虑其他 比如说功能上的问题 我们除了自己的这个发展历程之外 我们还去考虑 比如说这个业界在20年内 他做了一点事 最近20年都做了一点 每当我们在这个 Tedby内 那个 sorry 在Tedby内解决不了一个问题 我们走出去去倾向 看到一个全新的东西去解决它 我们最开始就只有两种数据模型 一种是这个文档型的 就是这次的这个东西 还有就是最关心的 就是RDBMS 我们如果需要同时使用它们两者的时候 我们需要从RDB去同步一份到JSON 然后呢 我们觉得哦 这个分析性的数据库不错是吧 然后又加一个ORIP的一个database 这个有6分 分析的这个查询 就太快了 然后就又同步一份出来 然后呢 我们又想要一个前门搜索 就是这个大白索引 然后我们又加了一个数据库去分出 然后再从RDB同步一份出来 然后到了现在我们又 这个AI又火了嘛 对吧 我们又想加一个vector进去 那你猜猜这个开发 业务开发者还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很多这个业务开发者都有这样的想法了 已经 现在很多这个布局架构的它的一个复杂度都不是应用它本身的应用复杂度带来的 而是这个布局库的架构的复杂度带来的 而业务本身并复杂 但如果你要加入不同种类的查询 比如说同时需要有这个业务的查询 需要有分析的查询 需要有其他比如说这个vector的查询 那你就可能在一个服务中 可能会需要维护MySQL 维护Mogodb Clickhouse US Radius 还有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数据库 那这个本来并不是业务开发需要承担的一个复杂度 是应该数据存储来承担的一个部分 算句话说 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存储对于这个业务架构的拼入度 就是用来有明显了 这个存储本身是用来揭露的 但是现在这个偶合度变得越来越高 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就算不加这些额外的数据库 有些架构里面因为这个输入量级的问题 最共分表 它的这个达度也不净 所以我们说这个传统架构的话 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我们之间使用了一个 不处一个又不是不能用 对吧 不痛就 小凤就把你扎判了 而且这套架构已经是大部分公司的一个标配了 就算有迭代的话 也可以这个小求小补 比如说咱就从安打换成poster 然后AP的数据库换一换 比如说从那个 A3House换到DuckDB或者之类的 数据分表 从这个中间键方案 比如说MyCat 换成一个客户端方案 比如说TurningSphere 这样 但是它总体的这个架构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根本没有改变的 所以我们说 我们是想怎么去防开发者进行解决库呢 我们是有一个这个额外的一个slogan叫 把all-in-one数据库藏助开发者进行 这是一个我们新提出的一个概念 那当我在开场的时候也说了 不仅仅是能帮助开发者的一个心智负担 开发的时候一个心智负担 也不需要折外的去维护一套复杂的架构 这个关系数据库会进行一个分布分表 再给你看到这边sharding这部分 然后再通过这个效益队列 不管你是什么效益队列 Cata Poster或者其他MQ 通过一条 会加什么东西 摸到你一个MQ Recatch 然后你再进行两边合并去进行一些Surveys 但是对于分布式数据库来说 这个分布式数据库就完事了 它自己本身并不简单 但是它对于开发者来说 它是一个黑盒 你不需要其中了解其中实现了什么内容 传统的杀定方式你是需要去考虑 数据怎么查 在哪里查 它证件是啥 当天这个Circle 它可能会影响到多少条数据 然后你要在不同的数据类型里面去查 比如说盘存呢 还是列存呢 还是Vector 你需要考虑很多东西 其实它轻入量是很大 那我们就说 Citbit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是吧 然后这个会有什么样的 这个传统这个价格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给大家 刚刚留了一段时间进行思考 就是说这个当体数据库 它其实因为它的性能 或者功能 有一个不足 不足以支持我们这样的数据量 或者这样一些功能 然后导致了后面这样一系列问题 然后后面大家 再通过各个问题不断打补丁 导致现在这个树获竞战非常的膨胀 那我们说 这种Titbit或者Titbit serverless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优点 第一个我们说我们这个服务它是一个serverless的 也就是说你 比如说你在有一些扑发流量的时候 你是并不能你自己来控制的 你并不能预料到它 我们有时候只能希望你的上游服务 是吧 垄断 或者服务降级或者限流 不重启 但是我们说这些手段都是有损的 而不是无损的 你可能你的用户看到429或者500 跟他们来说是一样的 都是你幅挂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这么一个数据库 它可以自动的帮你去进行弹性的伸缩 你就不需要考虑 或者不需要太过在意这个托发流量的这样一些功能 那我们这些语言上的这些实力呢 其实都是预热好的 然后当帮你直接去动态使用 你的服务压力上来之后呢 就自动帮你scale up 然后服务压力下来之后 再帮你不动scale in 所以它是按需求 然后另外的话 你这些闲置的这些东西也是不需要付费的 这些都是预热好的 你就需要光的 需要付费 所以我们有一个result tool OK我们说这个Tedpi server 它的一个小集群是基本上免费的 战斗菩萨 这个小公司应该是够用了 你不从你就切换一个账号白嫂了 对 然后如果这样不是太直观的话 我给大家给一个抠系一下我们这个费用上面的一个问题 这个Servis它的免费额都是2.5亿的一个RU 但是这样太technical 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换算 是说大家在205的这种平均QPS下是不用付钱的 所以这里说的是对数据库的一个请求 不是你API服务的一个请求 你的服务要请求到这个数据库再算一个GPS 好 再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OpenStreetMap这样一个网站 然后你把这个数据库迁移到Tedpi上面了 你有一千两百的这样一个QPS 那你需要每个月花多少钱呢 121美元 那如果你拥有着2009年的Twitter 这种Twitter还不是APP 那大概有着2400的QPS 你每个月需要花多少钱呢 大概267美元 每个月啊 但是Tedpi已经有35万以上的一个用户了 35万的一个用户 267美元 约合不到2000人民币 但是我们这个结果是 我们这个小色 大家看到 按照独负载场景计算的 如果你这个是潜负在商店更高的情况下 那它可能的这个价格会上涨 正终于这个Tedpi Cloud Billings 至少为准 大家可以去试试一下 可能说完了钱的问题 我们再说说 功能上的一些问题 就我们这个Vector 坐在Tedpi里面 这个外挂一个Vector database 它有什么区别呢 就所以现在这个AI比较火热 这个Vector database 已经变成很多人需要的一个组件了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Tedpi.ai 是一个基于这个GraphRack的一个AI问答的一个机器人 这里是我们存在我们这个Tedpi serverless上面的一个知识图谱 大家知道这个GraphRack它其实是依赖一个graph 对吧 就是一个Graph 然后再去给大家进行Rack Rack ArgumentedGenerative 另外就像是一个星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据量极是非常大的 然后它还需要一个 存储一个Vector 还需要再存储一个 关系型的一个数据 的支持 那这些Vector全都被我们存在这个Tedpi内部了 那我们就说这个Tedpi serverless就是这么一个机可以存正常 换型的一个业务数据也可以存相当的数据 而且还不限制我们这个数据量级的这么一个数据库 大家刚刚看到那个数据量级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是存在比如说MySlow里面 你可能是怎么下的 因为当机它已经不公布是这么大的一个数据存储了 然后如果大家想试一下的话 左边这个码可以扫一下进行尝试 我这个VT也上传到这个我们自己的活动网站了 然后可以随时去买一下 那我们就说我们在这个MySlow这个生态里面 其实我们演传这个PG Vector已经很久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一个可以与之媲美的东西 直到TIDB Serverless出现之后 我们这个情况才有所改观 现在可以直接在MySlow里面 去MySlow生态里面直接去使用Vector的 而且就算抛开这个语法的问题 我们这个比PG Vector 它是在Post Classical上面的 然后我们TIDB是用MySlow这个语法的 所以我们比PG Vector更好的 就是我们不限制这个数据的存量 你想存多少就存多少 然后分库分表 这个我们有一个OSS Insight 就是把所有的Vector的所有的行为 全部都导入到这样一张表里面 现在已经存了80多亿的数据在一个单表里面了 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你自己的那个业务的存量 你存到单表里面就可以查了 然后你也不需要去额外搭建一个分析型的数据库 因为我们内置了一个存型的数据库 它会自动的在Transaction里面 就是我们说的事物里面去同步 事物级别去同步这种数据 所以你查到了它永远都是已经同步好的一种数据 你也不需要担心这个服务的可用性问题 因为我们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角度的数据库 都是在这个外面或者说这个数据库外面 我们需要怎么去签写这个app呢 这个app的话你不管是你的写还是读 同时都要去读两边的数据库 这是非常麻烦 然后你还需要去对它进行一个datasync 其实有时候大家如果做过的都知道 有时候我们不说这个事物级别的同步 甚至有时候连这种同步都做不到 这对于我们这个开发这个运维都是一个极大的阻挡 而你去使用这个右边的这种架构的话 你直接去读写同一个数据会完成 那我们再说说如果你使用了这个快递币 你会得到什么样的支持 第一个方面是文档上的支持 我们说自己有非常丰富的文档 看不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英文的这个markdown文档呢 有1276篇 然后中文的这个markdown文档有1098篇 而这些文档都不是AI翻译的 我们这个文档团队是进行维护的 所以这个就不算在这里 而且更进一步的是我们这个文档还是跟随版本的 就是每一个版本 新的这样一些feature 你都不能在我们这里找到文档 最常的私货啊 这个developer文档是我来负责 但是如果使用过或者说发现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联系我们 然后提出一些意见或者建议 对 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文档 我们的数据也是非常丰富的 非常成熟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右边这个tidyp社区的这样一些数字 然后 然后十万六千个这个request 然后两万四千个topping 然后二十八万五千个铁 这个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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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thread里面的回复 然后两千三百个公 两千三百多的贡献者 我们的tidyp社区是非常成熟的 但是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上面搜索 已经整天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些信息了 但是就是刚刚我提到的这个tidyp.ai 它是一个基于当前的这个比较前沿的技术 Graph Rack 去提供一些关于tidyp问答 这些问答的话就可以二十四乘七的 帮我们的这个tidyp用户去回答 然后我们当前的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每一次回答大概要花大概五十美分 大概这样的一个成本 最后的话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今天讲的一些内容 也给大家一些take away 其实刚刚我也说过这个技术 它是没有淋淡的 所以大家需要去从它进行一个trade off 这不是数据库 不是解决万能 而不是解决所有东西的万能良药 大家需要去自己作用 对自己的一个场景去进行一些搜导 然后再去用到这些数据库什么 首先我们去对比一下这些数据库的技术 它有什么 这个组的点有什么优点 比如说这个RGB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简单可用 比如说Masko 你装一个Masko进去 你就可以用了 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它数据量有限制 第二个可能性是比较低 如果你不去做一些比如说PKC 或者其他的相机 然后它也没有web站的能力 然后没有分析性的能力 还是一个行存 如果你是列存的话 你要去 那如果我们说在RDB外面去挂一个web站DB 或什么样的问题呢 比如说它的优点 优点的话就是web站DB内的 向量计算的性能会更高 高的多 然后但是呢它需要一个数据同步 然后数据一致性的问题也需要你来解决 然后架构是比较复杂 因为你要同步数据 然后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语法 因为web站DB 这是为什么它的性能会更高的缘故 因为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语法去支出它 那如果我们说这个RDB去外挂一个图数据库呢 那它的缺点也是一样啊 就需要数据同步 数据一致性 然后也有一些是一致性问题 然后架构复杂 有不同的语法 但是它的优点是什么 就在图数据库里面 大家这个图的操作会增加质量 比如说你需要去扩散一度两度三度 你才会有值得知识的语法 但如果你在这个RDB里面 就需要去写一个CTE 那是比较麻烦的 在接下来我去介绍两种不同的这个 TDB的部署方式 一种的话就是速度数的这个TDB TDB是开源的 如果你速度数的话 是不用发任何的 比如说你自己的那个instances instances的不用 那优点是什么 就是数据量是没有限制的 然后可用性的高 还有分析能力 这个分析能力也是都开源的 大家都可以去使用 但是它缺点是什么 就是没有Vector的能力 我们说在Vector是做的 这个Pay-B-Coverless 也就是最后一条商品 然后它的运维是比较复杂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TDB至少是一个分布式的数据库 它在分布式数据库里面 已经算最运维最简单的那一种 但是它还是一个分布式数据库 所以它运维比较复杂 然后它有 你需要去维护大量的这个区域实力 可能是一些因素的学习 最后的话 我们去讲一下这个TDB-Coverless 它数据量没有限制 可能性高 有分析能力 还有Vector能力 价格也更便宜 但是它唯一的一个Q点是什么 如果你在程序高负载的时候 它可能会比你自古说这个TDB贵 但是总体来说 一般会不会超过10% 什么一个人 反正到最后的话 我给大家整点讯息的吧 这个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结尾吧 我们说simply 你刚才可以 我们让开发者去严肤 严肤对于我们特别的那种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这么想交流的部分 可以随后我查微信 或者我那个就是有数据吧 大家可以绕续个散发一下 谢谢大家的时间 有什么问题吗 话筒 理论吧 这个同学是问说这个 NV是把这个ES 还有Vector 还有其他这个功能吧 都集中在一起了吗 他就会把这些功能都集中在一起 比如说他可以去直接去进行Vector search 有一个向量的最近0 比如说你就是cosine distance 或者D2和L2 distance L1 distance 可以直接去查询 然后ES这个是 现在我们的盗牌所以是有限的支持 而不是像ES这样满整的一个 这是第一个 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什么图数据库 图数据库 存一个节点或者它的边 还是用这个行去模拟的 这个同学 就是有一个 pull up question 就是说 路口里面是存一个节点 然后你可能会有10跳20跳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10度20度的一个扩张 这个度是不分出度跟入度的 那我们这边是做一个行存 然后再去对它进行一个CTE CTE是我们说的 可以迭代的这么一个Cycle 试据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CTE 去对它进行一个扩张 比如说你需要扩张10次 扩张20次 你可以用这个CTE去完成 这是一个 Cycle上面也接触了一个预防 你可以去查一下CTE 可以逆规的这么一个Cecle语句吧 非常特别语 没有其他的话筹 刚刚这个同学问的是 就是说如果希望migrate进这个TiGP 从migrate进TiGP的话 有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这边有一套的这个知识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 你如果需要去离线的知识的话 就可以去把它弄下了 我们有个叫dumbling的这么一个软件 你可以把migrate的这个数据全部弄出来 然后继续运入到TiGP里面 这样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但如果你希望增量的去同步的话 你也可以去同步migrate的这么一个 它的binlog 然后从binlog上面去同步到TiGP 它是会帮你去完成这样一系列操作的 对我们会有专门的这些软件 从migrate或者其他的这样一些数据库 比如说Oracle 或者DigiVector sorry 然后从这边的这个数据库 同步到这边 OK 有吗 OK 那我的这个演讲到这里了 完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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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